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上海论坛呢 我是情有多重 我们大部分都参加了 包括李波主持的 在他之前的 我们大部分都参加了 我很关注两个论坛 一个是北京论坛 一个是上海论坛 北京是北大在组织 上海论坛复旦在组织 因为大学组织这种论坛呢 和一般的这种论坛不太一样 比方说在座有些人可能前两天参加了亚信 或者会是APAC 这种论坛 那个政治性更强一些 这些呢 就是更多的是学术性 有很多些迁展性的一些东西 一些特别是思想 火花的碰撞 很有意思 最有意义的 就是我参加过的最有意义的论坛 就是这些论坛 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应该记得2009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2008年底 金融危机来了 当时2009年在中国举办了一个 第一次举办一个高级别的 叫做气候变化的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是温家宝总理去致辞的 当时温家宝总理是说 因为是专家们给写的稿子 他提了一个 就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有三个不动摇 就是说关注不动摇 投资不动摇 几个不动摇 关注气候变化 在那个同时 那是在人民大会堂 同时都有一台 另一本就是北大论坛 北京论坛 那个对北京论坛请了一大堆的教授 就是反气候变化 就说气候变化没有这么事 他们列举了一大堆的资料 包括齐里马扎罗 那个山脉 那个血是为什么化 因为那个做气候变化的人 都是把那个山做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图画 他们做了一些研究 大概在两千多年前 早在工业化之前 那个血就开始融化 而不是说现在这两百年 我总是在说什么呢 就是我愿意参加这样一个论坛 就是大家有些思想 一些火花去碰撞 更多是以超前 在插席的时候 我和老吕还在讨论这个东西 因为老吕来的一种是由 他们关心的是更务实的东西 大学呢 它是更前展 更务虚的东西 但是这些务虚的东西呢 今天肯定用不上 但是对我们未来 可能要用得上 所以说今天呢 我在讲的题目呢 我没有做PPT 就是我在讲的讲一讲什么 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事情 似乎这件事情呢 是这个牛妈风不相及的事情 但是它在把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联系起来 确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说这些东西呢 不是说给搞气候变化的人去听的 而是说呢 说给我们搞能源的人去听的 真要把气候变化当回事的时候 又把能源安全当回事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面临一个特别艰难的选择 大家注意到就是IPCC的第五次评估报告已经出来了 虽然它说的结论很暧昧 也很含糊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到未来的温室起的排放总量是要进行控制的 基本上大体上 不论是2050也好 或者更推迟一些也好 大体上就是100多亿吨的氧化碳 就在按71亿人算的时候呢 大体上人均1.5吨二氧化碳 就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带来的什么问题呢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和能源安全连在一块呢 大家想一想 按照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不论是中国也好 还是美国也好 没有一个国家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 排放1.5吨二氧化碳去过一个现代化的生活 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回到就是我们的原始社会 不要说回到原始社会 回到1840年之前的时候 人均不会超过一吨二氧化碳 但是我们回不去了 我们的现代化 特别是我们半岁的极次能源革命 有了蒸汽机 有了内燃机 有了电之后 我们所有的能源消费 都是在突飞猛进的增长的 这种增长不依政治决策改变而改变 也不为政策的改变而改变 就是它的这种消费量的增加是没有办法的 就现在美国是人均差不多是10吨标准煤 还觉得不太够用 还在不断的增长 还在不断的去探索用叶盐器 叶盐油 一些其他方式来满足它的能源供应 那中国现在就说 我说我讲这样的故事 每次我都讲这样的故事 我刚刚工作的时候 我们在做预测 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时候 人均一个千瓦能过好日子 人均三吨标准煤能过好日子 当时为什么算这个数 这是在30年前我刚工作的 30年前算的数 人均一个千瓦 我们那时候希望2050年的时候 中国是16亿人 一人一个千瓦 16亿千瓦 我刚工作的那个时候是 全国的发电装机是5000万千瓦 16亿千瓦和5000万千瓦 再算多少 大家一算就知道了 增长多少倍啊 大家出一些个数 16出上0.5是多少倍 当时的人均能源的时候多少呢 是300多公斤 不到400公斤 因为是5亿多吨煤 咱们12亿人 就400多公斤标准煤 当时需要3吨 就是增加8倍 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现在呢 我们30年 真的是30年 摊之一挥煎 现在我们人均 总量我们是40亿吨标准煤了 发电装机是13.6亿千瓦了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 就说中国可以达到人均一个千瓦 因为像再有三年就差不多了 人均一个千瓦 但是呢 说的人都会怀疑 人均一个千瓦 我们过不上好日子 今天包括沙子康先生在说了 说在世界上有搞忌兔 村市垃圾胡哨八道 就说呢 中国还有一大堆的贫困人口 就说中国现在还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就是你真正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时候 说的发达国家里面 没有一个国家人均第一两个千瓦 所以中国现在说人们都会怀疑 我一个千瓦肯定过不上好日子 我刚才说的人均三吨标准煤 现在过好日子肯定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就是人均三吨标准煤 也没过上好日子 那么现在是不是人均我们去四吨五吨六吨 三吨既然过不上好日子 我们四吨能不能过好日子呢 三吨都过不上 四吨就能一定的过得上吗 但是四吨是什么概念 说这些数字 在不搞能源的人 或者比较年轻的学生们 你可能不是特别懂这个什么概念 人均两个千瓦的什么样子 如果是因为现在我们人口降下来了 不可能16亿人 我可能大概15亿人 我们人均两个千瓦的时候多少 是30亿千瓦 现在全球的发电装机多少呢 是45亿千瓦 美国是12亿千瓦 就是我们的相当于美国的量杯半还要多一些 如果是我们人均四吨标准煤的时候 我们就是60亿吨标准煤 就是前段时间国外发展员中心的主任 李伟说写的那个文章 就是大概61点几亿吨标准煤 到2030年中国达到一个峰值 如果是更高一些 比方说达到欧盟的平均水平 人均6吨标准煤的时候 我们15亿人就是五六三十 就是80亿吨标准煤 达到日本的平均8吨标准煤的时候 我们就是100亿吨标准煤 120亿吨标准煤 是特别可怕的一个数字 120亿吨标准煤没什么概念 是美国的四倍 实际上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80% 所以说呢 但是这些数字 这些极其枯燥的数字 但是和我们的发展的需要 并不遥远 就原来说的数字 大家都感到是特别大的一个天文数字 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三吨多标准煤了 我们很快会就做到三吨半或者四吨 我们现在人均接近一个千瓦了 按照现在我们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 我们做的人均两个千瓦是很容易的事情 在过去是不行 刚才张忠贤后说 我们那个工作时代的时候 每年新增500万千瓦的发电装机 当时的国家纪委是拍 脑袋拍破都做不出来 我们到了2000 不是到2000 到1995年的时候 我们每年做1000万千瓦的发电装机 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到了2000年的时候 我们每年装一装机 发展装机1500万千瓦 也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到了2003年之后 我们现在每年装一亿千瓦 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呢 如果在今后的十年里面 我们又增加十亿千瓦 是一个特别容易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说呢 现在来看 我们如何去 去约束人类的行为 这就是气候变化所引起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通过气候变化这件事情 来约束大家的行为 折束大家的欲望 同时又去保障能源的安全 那么现在来看 可能有两条路子去走 一条路子是 大幅度的减少 人们对能源的依赖 特别是减少 对化石能的依赖 但第一步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现在我们不可能让 没有富裕起来的人说 你不要需要富裕的人 你不要去住大房子 不要去开大汽车 你不要有空调 做不到 那你真的用更清洁的办法 就是要非化石能的方式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搞电的人 提出来 从现在我们人均四千度电 到2030年的人均一万度电 满足这样的需要 这就是说我们的气候变化 带来的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是人均 1.5吨氧化碳 同时又伴随着一个 天量的能源需要的增加 这就没有办法 这就迫使我们去寻求 新的能源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说 大家都在追求对一个 收备的能源革命 这能源革命 不仅在中国人那里在说 欧盟早就在说 因为欧盟在1997年就提出来 他到2050年的时候 他的客载生能源比例要占到 他整个能源消费量的50% 到2010年他又提出来 一个梦想 就是到2050年 有百分之百的能源来自于 客载生能源 WFF最近帮助中国做了一个设想 说中国到2050年 应该有80%的电力 来自于客载生能源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梦 都是一些 就是需要很多的一些技术支撑 我们怎么去做 这些东西都会带来 能源的严重的安全的问题 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 就是这样 因为气候变化 它和任何一个环境问题不一样 因为其他的环境问题 比方说我们大气污染 只有北京人受影响 或者顶多花冬地区受影响 人家日本美国不会受影响 但是气候变化不是 任何一个人排放了二氧化碳 全球是同样的效果 所以说呢 他要面临的问题是全球化的 就是环境问题是全球化的 那么那未来保障能源安全的时候呢 也必须是全球化的 但是在现有的市场经济的 格局的条件下 在现有的政治格局的条件下 你们在经济上是隔自未占的 虽然我们又叫做经济的全球化 但是每一个国家的经济还是独立的 政治上更是独立的 在这种条件下 如何去保障一个能源安全 在满足气候变化一个大的目标的前提下 就是人均1.5吨二氧化碳 这么一个大的目标 可能是美国做起来更难一些 欧洲希望他们在2050年能够做到 美国希望他们再推迟一些 那么希望中国是不是在2070年 是更晚的一些事情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些都需要相当多的技术支撑 和能源消费和能源技术的革命 才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说现在气候变化完完全全的 和能源安全联系起来了 毕竟这种能源安全是需要全球化的 而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解决问题的 或者说哪一个国家能够多散其身 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气候变化 和能源安全的和谐与统一做不到 所以说呢做到真正的气候变化 或者说我们现在说谈到的 叫做历史增长也好 生态文明也好 或者西方所提出来的科治区发展也好 可能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大通 因为在能源全球化 能源的安全如果是全球化 全球一致的共同来保障一个能源安全的时候 那么其他问题的争议都不大了 原因在什么地方 只要能源问题解决了 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我在讲和一大专家们在讨论 核聚变的时候 我讲了这么一个挑侃的故事 因为好多人说核聚变是世界上 或者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最终选择 我说我不赞成这个说法 我说我不从技术上讲 我说我从哲学上讲 因为这么来考虑 如果是核聚变问题解决了 所有的能源问题都解决了 如果能源问题解决了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原因在什么地方 通过能源什么东西财富都可以创造出来 粮食 水 钻石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能源 通过其他的化学物质把它合成出来 那既然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一天到晚就吃核灯死了 那干嘛 所以说核聚变不可能实现 那么其他什么东西 能够支撑我们心的这种能源安全 和我们的气候变化的这么一个冲高的目标呢 那么现在来看 所有的能源革命都是一种探索 都还看不到 可能在今后的三五时间之内 还离不开老驴 离不开他们的石油 天然气 但是我们招演更长的时间 可能要找到一种 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 能够真正的和谐的一种能源技术 或者一种能源系统 那能源系统是什么 现在不知道 大家只能在探索 所以说呢 张正香说了 这个上海论坛是SK的支持的 是一个大石油背景的一个公司 我说说能源问题是老生常谈 即使SK不支持这样的论坛了 能源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并且能源问题的解决 比任何一个东西都来的持久困难 这点我这句话我放在这 因为我马上要退休 我定多再参加两届的上海论坛 但是我希望上海论坛 永远保留能源这么一个话题 能源对大家确确实是一个 永远都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谢谢大家 不说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